海恩康復出院 說多了一條赤幾長L型的巴衡 都是值得 綠化地起公屋 行山熱點,小夏威夷境慘被波及 消委會發現部分保濕面膜 含有歐洲禁用防腐劑 可能會致敏,立即東張細亡 如果用我0.5%的死亡率 換來鄧女士有90%的生存率 其實我覺得跟她說是非常值得的 海恩出院了 今天是她做手術後一個星期 也是首次跟大家公開見面 大家都驚訝她捐光給陌生人的決定 不過她說當初只是湧子掛稅 再做多一次 救人要緊,湧子掛稅就打電話 之後知道她的孤人口中得知 其實捐光也有風險 無論是死亡風險或是有病發症的風險 其實當時已經有最壞的打算在心裡 但我仍然堅持捐光的壽食 其實我胃口完全沒有影響 只是有更多的東西想吃 有甚麼食物 很多,但數不到 這幾天數了很久 為甚麼提到脫妍 其實只是我餵食 我想跟家人提到吃飯 因為我知道可以吃飯 或是比較正常的餐 我想跟家人吃 傷口情況如何?會痛嗎 會否擔心臨壞 傷口應該是在胸口,在下面一點 然後到BHL字 腸道是一尺 原則上阿欣的傷口報應得非常好 那樣大的傷口一定會很痛 但從小怕痛的她就說 也是值得的 其實我覺得怕痛的情況 只是我肯不肯克服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肯克服的話 怕痛可能只是兩個月 但可以換來鄧女士可以康復的機會 我覺得很值得 雖然記者會她全程戴著口罩 但不論布姿、語氣和笑容 都表現給大家看她相當精神 她還透露 原來這種熱心助人的想法 都是在她媽媽身上學回來 媽媽其實她很喜歡幫人 其實在她的能力範圍以內 其實幫到的她都會盡量幫 其實在人為快樂、資本 是非常覺得很好 其實幫到人,我自己會更加開心 但在得知自己捐給鄧桂絲的肛狀 發揮不了最好的效果 需要再做第二次移植手術的時候 會否也覺得很可惜 不會是霸一刀 因為這星期其實很重要 我用我的肛 可以延續她一星期的生命 如果她不來了這一星期的生命 她是不會等到這個絲綱的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也要將心比己 例如到時有一刻 到我家人有事 或是我也未必跟女士的情況 我會想有市民或有奇蹟發生 Michelle的年紀真的不是很大 一定要堅持… 首先,女士更加不用說 一定要比這個危險期 希望她會快點康復 第二次肝臟移植手術後 鄧女士已經逐漸恢復意識 她女兒Michelle 回望這麼多天來的喜喜跌跌 都只有感恩 其實我很感恩 她可以在她身上 出現兩次奇蹟 其實我很感謝她 願意為我們作出這個行為 我覺得她很勇敢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行為很正面 令港大市民 都留意到器官捐贈的重要性 所以其實我很感恩 阿欣的付出 她非常感恩 不過我有點感嘆 以我為例 因為我暫時還未想到 一個很有力的單字 去形容現在香港的瘋狂樓市 珠珠,你有否說單字 可否給點意見 一個單字我當然想到 嘩得好、嘩得妙 怎麼這麼說 就以一個受面積 761呎的居屋未保地價為例 是呀,已經以730萬天價成交 而銀行股價更加高達900萬 未保地價,櫻蛙 保埋物更加嘩嘩嘩,對吧 還等我第一天開車上班 這麼開心 如果想買樓的話 不買了一部車也很困難 真的要轉踩單車就差不多 不說不買一部車 我想買了你本人 可能也未必足夠 你說甚麼 我開玩笑的 現在樓價錢很貴 再者,你想說踩單車 你看看以下的共享單車 你看看是否踩到 你睜眼看看 先看看 現在共享單車在世界各地 都運行得相當不錯 而香港也不要去事務 不要去妒忌 因為香港也有共享單車 只要用程式對著單車上的QR號碼 咄咄咄,就可以自由踩 風和日麗 最好當然是大眾踩單車郊野上 今晚有單車,適合我心意 先來玩一下 踩不到的? 原來是鎖了,不過鎖了 不代表沒有人會偷他的零件 活動只開始了兩天 有些單車的車尾燈都爛了 把手塊膠都被人偷了 香港老鼠竟然這麼快出現 人們破壞了它 甚至是偷了零件,你怎麼看法? 不可以這樣 鎖,全部都偷了,我就覺得很殘忍 不可以做這些 很無功德心 你借的,不是你,所以不應該去偷 想不想到人們會這樣做呢? 偷一些零件 都猜到現在香港什麼都有 沒想過香港會有人偷零件 其實我去觀察這部單車時 其實很多零件是容易被人拆除的 例如? 剛才我看到一些前後吞 可能一拍就已經開了 甚至去很多螺絲位置,我們一般的六角時 有螺絲批可以開出很多零件 有心者就很容易做到 零件說這麼容易就被人拿走 但想踩單車的人就解決也解不了鎖 好像他們一樣 我們昨天震了,今天也震了 鎖了,所以糟糕 你也拿不到車用 是嗎? 那些車放了幾天 覺得很麻煩,這樣搞來搞去 慢慢找,慢慢想辦法 有沒有找到工作人員? 沒有找到 其實怎麼找呢? 不知道 對,終於找到人幫忙了 不過就… 好,它寫了鎖駛用鎖 但鎖鎖沒有開 我幫你試一試隔壁 好… 尤其是我也遇到同一個情況 好… 最後試了五次才解決一部單車 好… 好,行了,給你一半一條 看來真的要改善一下 Ever,你平時臭小子臭到累時 會怎樣放鬆自己呢? 我是不會累的,因為我那些小朋友很臭 因為他不頑皮的時候真的很乖 乖,有沒有乖到… 好像嬰兒乖到完全不動 睡覺都任理沒有 因為最近又看到網上有個很呆呆的爸爸 就趁嬰兒睡覺的時候 在他頭上搭一個圈圈的餅 而且搭得很高 但那些圈圈餅其實也不容易搭 那個爸爸是否做了手腳 瘋了他 當然是拍照片刻按讚 那我就不知道 不過另外,記起之前上網 也看過一些人 把狗餅搭在那隻狗狗的鼻子上 用來訓練他們的耐性 你挺好玩的 說說寶寶突然說狗 這個相提並論的方法 也挺吸引的 是嗎?因為我沒有 但我也很疼我的狗 把狗當他們兒子一樣疼 知道,但其實一件事我想糾正你 你不是沒有寶寶,你是未有 因為一個美女 總想有寶寶的衝動,對吧? 杏儀一身運動服打扮出席宣傳活動 分後杏儀積極努力進行三B大計 更刻意控制工作量 務求保持健康心心 做運動,固然就不少了 不算多,但我也喜歡做 我喜歡看著影片 跟著去做 因為我覺得做完運動後 很開心,很有滿足感 而且我知道現在是流行走路 走路都很健康 那是否要準備自己生嬰兒 是呀…不是你們 我每次出來都要問我同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對,快點吧 不要…對,希望我可以 跟他們轉個話題 到時就分享一下我多麼開心 你在準備生嬰兒 會否做運動那方面都會準備 不會做這麼劇烈的運動 我想如果有了之後 應該不可以太劇烈 也會想堅持做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是一個很… 很肯定的媽媽 對 蕭偉會發現部分保濕面膜 含有歐洲禁用防腐劑 可能會致敏 綠化地建公屋 行山熱點小夏威夷敬 慘備波及 下一節東張細亡 歡迎回來東張細亡 南京公安破獲了一宗網絡化妝品造假案 犯罪集團就是回收一些真的化妝品的瓶 然後放一些假的化妝品進去 想不到這個生產地 還在這個廁所的馬桶旁邊 真的專門店賣幾千元 假的成本幾十元 成本這麼低 做出來的產品說沒問題 你也不相信 有些人用了假貨之後 就說出現了不良的反應 所以各位姐妹們 貪美最重要是貪得小心一點吧 我才不會 雖然看到價錢真的很吸引 便宜成一半 但想心一會 其實這些化妝品、護膚品塗上臉 我猜塗到臘臉怎麼辦 真是博不過 但有些是很神奇的 即是像王亞姐所說的 便宜不一定是沒有好 最重要是甚麼? 懂得選 這塊這麼便宜,行不行? 這塊是貴的,是不是比較保濕? 人人買東西都看性價比 那買面膜又怎樣比呢? 消委會日前公布了市面上 40款保濕面膜的測試結果 發現超過一半的樣本 都驗到含有防腐劑 你會怎樣選擇面膜? 選擇韓國的面膜 為甚麼? 因為覺得可能成分比較天然 人家用完都會覺得漂亮就用 都是買來試的 看看效果是否正確 這次結果發現 報告中大家最關心的 是40款樣本中有三款保濕面膜 含有MIT 其中一款更加超出內地規定的上限 MIT其實是一種防腐劑 歐洲今年2月開始 已經禁止在駐留類化妝品上使用 而內地對MIT的濃度規定上限 是0.01% MIT一般都是對於抗菌能力 比較高效的防腐劑 但相對來說 它的敏感程度會比較高 如果不用MIT 又會用甚麼 令臉膜沒有那麼容易壞呢? 一般我們會用一些 比較溫和的防腐劑 又或者我們在一些保濕劑裡 用一些有防腐的成分 增加產品的穩定性 以及防止腐化的功能 消委會也同時發現 有一款保濕面膜的載體 即是紡織品或者紙品中 含有可遷移螢光物質 在紫外線燈光下出現螢光反應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會影響健康 但用後皮膚在紫外線燈光下 就有機會出現尷尬情況 除了面膜的成分要注意 價錢和保濕效果當然是大家最關心的 消委會以五星為滿分 只有七款樣本,總評獲得四星 價錢介乎14元至34.5元一片 測試結果上 亦看到超過100元一片的面膜 原來效果不一定比幾元一片的好價 我們也做了一個測試 不告訴使用者 將兩款消委會測試總評同樣是三顆半星 但價錢相差八倍的保濕面膜 進行試用比較 看她對兩者有什麼評價 我覺得這邊比較貼面,比較貼服 這邊比較厚,這邊比較輕一點 敷完之後保濕的感覺又如何呢 最初我覺得兩邊的水分也多 但說到吸收程度,左邊比較快 在右邊的,我覺得還有一點黏黏的 沒有吸得那麼快 似乎平價面膜也不差 但想皮膚經常像飲飽水般水潤 是否要天天面膜不離身 保濕面膜其實可否天天敷 最好跟著包裝的指示 以及視乎皮膚的膚質 一般油性的皮膚不建議天天敷 因為它會過度保濕 令皮膚容易生油脂粒 而且要根據每款面膜指示的敷面時間 更加不要敷過夜 因為會有反吸效果 令皮膚更加乾 不過有時候敷完一次 面膜還有很多保濕精華 又不想浪費 可否放面膜進去,等明天再敷過 一般我們的面膜用過 已經容易比較接觸細菌 所以我們不建議再重複使用 想皮膚好 其實單單敷面膜是不足的 最重要是為身體補充足夠的水分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喝多點水 特別行山的時候 有專家建議 每行十公里 最好就準備一公升的水 當然也有很多要考慮 例如考慮天氣像不像月期 自己身體可不可以 以及中途有沒有補給等等 沒錯 前陣子有行山人士 因為身體不適 就報警求助 最後就是由直升機送丸 有傳說 其實因為他們帶不夠水 以及不夠食物 烈日當空之下 所以才覺得頭暈又抽筋 所以行山真的要量力而為 以及做好準備功夫 若然做齊的話 我想打999呼救的機會 應該都是比較少些 不過這次呼救的 就不是行山人士 而是行山勁 蛤? 這道環境清幽 有山有水 還有造型特別 十足獨木橋的引水道 連歷史遺跡也有 不要看這些石堡滿青苔 它們曾經是堤壩 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它們在哪裡? 就在將軍澳的行山熱點 小夏威而敬 這條加油境很受歡迎的 第一,容易走 第二,環境漂亮,有多漂亮 不如當我帶你去看看吧 好 這條行山勁全長只有1.2公里 綠樹林蔭,非常舒服 在上世紀 是將軍澳村村民 往來井蘭樹的山林古道 上世紀初 有加拿大商人在附近開設麵粉廠 由於沒有淡水 就在這裡建了一個堤壩 造成蓄水池 儲起山水做麵粉 後來這間廠結業 有人利用水池 開了一個小夏威而浴場 之後這條徑 就被人稱為小夏威而徑 全條徑最漂亮的地方 不用說都知道是這條小瀑布 不少人都喜歡走過去拍照 甚至浸一下手腳 趁機會燒燒暑 其實這個瀑布挺漂亮 如果下雨後 這裡的氣勢會更加厲害 還有很多人 帶著一家大小來這裡玩 所以也很受歡迎 不過一般人士來這裡玩 都要注意安全 現在綠樹林蔭的小夏威而徑 遲些可能就有幾十層高的公營房屋 建正在他們上面 建樓位置 大概就是由將軍澳村入口 去到近十字路口的這一段 行山勁變絕宅, 行山人士當然是牢草 最好是不好, 這裡這麼漂亮 浪費了它 不太好 因為也少這些地方行山 欣賞一下大自然 當然, 去找到第二關 起床是最好 但是真的沒有… 就不要這麼自私 沒辦法了 住屋是香港重中之重的問題 發展局在將軍路 密釋了五幅綠化地 建議用來建工營房屋 除了將軍路村以北的這一幅之外 還有餘灣村以西 影業路以西北 昭信路以南 以及香港電影城以東的土地 面積最大的將軍路村以北綠化地 可以給過萬人居住 不過發展範圍就跟我們剛才走過的 小夏威夷徑重疊 所以土木工程托展處的官員說過 建屋的時候 有需要將部分小夏威夷徑改造 不過根據城規會的規劃意向 綠化地帶是用來抑制市區的範圍擴展 和提供靜態康樂場地 綠化地帶並不是適宜進行發展 為了有屋住也不理得那麼多 但是影響了郊遊徑 是不是不妥當呢 而且有機會受到這次發展影響的 絕對不只遠山人士 隨時連家裡的美景都沒有 這個私人屋苑的第一二座 對正建議改劃的香港電影城以東綠化地帶 原本有開揚的山景 不過一旦落實發展 山景就很可能會變成樓景 怕不怕會失去美景嗎? 怕的, 也… 畢竟背後可以看到在山 如果去公屋的話 可能遮住我們外面看的東西 還有可能平時看外面可以放鬆一下 現在變成沒得看, 只有樓遮住 難怪居民會擔心 他們的屋苑建築高度 大約是主水平, 基準以上130米 而建築發展的供應房屋是210米 翌日看出去, 豈不是全部都是樓嗎? 說到高密島, 無論如何都不夠這幅 你看對面有多少屋苑 這次改劃建議中 最小就是超順路耳南的這幅地 連半公頸都沒有 但超順路其實是區內的主要通風走廊 在這裡插針式起樓 令人不禁擔心會加劇區內的熱島效應 而且建得這麼密 將軍路區的配套到底能否應付得到? 我相信政府說的規劃 遲遲未能夠實現 但是興建的東西未能追得到 譬如像調頸嶺公園 我們有些公園的設施 十幾年都未建 街市市政大樓, 又是未有 交通的規劃也追不上 現時交通的負載量 其實是不能夠承擔到 現時將軍路居民的情況 現在今天我們… 我們說舊債還未還 現在又再加人口 就變相再有新債 在將軍路區議會的會議上 議員都不同意政府這個建議 但有關建議都會交成規會審批 滿足住屋的同事 是否也要考慮生態、配套等其他方面 逐出更好的選擇呢? 珠珠, 等人下班你去哪裡? 回家吧, 你想怎樣? 我心裡立刻定一定 因為你說你今天是第一天開車上班 今天是天雨露滑 我怕你等人開車到處危害我安全 但你回家, 我想我應該很平安 你放心, 你今天是壽星仔 我會確保你一個安全又美好的生日回憶 謝謝, 不過以運氣指數 我今天也不是五顆星爆燈 即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今天有我當你夥伴, 是不是? 那你別這樣說 就算看也沒有說出聲 留下一些神秘感會比較好 其實你說這麼久 不如別妨礙下班吧 我都知道你趕著慶祝生日, 是不是? 你準備出車了? 是呀 那要呼吸一下, 各位觀眾 如果你住在將軍澳, 特別是電視城一帶的朋友 快點四散 因為地球銀很危險 朱朱出車了 祝大家一個愉快、平安的晚上 小心開車了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 香港學界醜聞 元朗學店不僅暖發假學歷 還又騙又嚇 慫恿學生給錢賣假學歷 蓋假學歷, 學店騙錢實錄 你以為旅行行李箱很安全? 錯了 真的很容易 原子筆一督就開, 還即時還原 怎麼選?留意東張卸網 有機會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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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